OK 讲完了爱情 我们来聊一聊事业吧 关于事业 有人问我打算定居上海吗 对 我们目前我跟我男朋友都已经落户在上海了 然后是打算定居在上海的 除非有什么变动我也会告诉大家 OK 然后还有人问我做全职博主有焦虑吗 博主之间是否会内卷 回忆之前的生活会有伤感吗 现在还会继续做博主吗 就是大家还对我现在的工作状态还蛮感兴趣的 然后我就来同意的回忽一下大家 就是大家会问我一些自由职业是不是焦虑啊 会不会想要回到之前的公司啊 会不会想要回去工作呀之类的 对 所以就统一回答一下 我现在的状态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之前不是裸辞了吗 然后想要自己创业自己做全职的博主 然后目前我其实还确实还是一个全职的博主 只不过 只不过我现在有一个 怎么说 说来话长啊 就是我之前的老板来找到我 就是合作去做一个 去回到前公司做一个技术的视频 所以其实我是有一份 怎么说呢 就是我注册了一个公司 并以公司的形式跟我之前的公司 有一个达成了一个合作 所以我其实每个月是有一笔固定的收入 然后你说这个算是创业吗 那其实也算我确实成立了一家公司 然后并且也有一些业务在租 但是我还有一部分时间也确实是花在我自己的频道当中 所以我现在应该算是办自由职业 然后办给自己打工的一个状态 对 这是我目前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其实每周有两天会去回到我前公司做一些事 然后剩下的三天时间就是我自己自由的支配 对 所以每个月的收入其实也算 现在来说算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 然后其实大家问我会不会焦虑 然后做自由职业怎么样 有没有比之前更好之类的 就其实真的自由职业真的很焦虑 我不想跟大家说一些好的 就是说一些自由职业有多爽的话 就是我希望告诉大家的是 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进入到一个自由职业 因为它真的是痛并快乐着 怎么说 快乐但是又很焦虑又很痛 就如果大家是 而且现在的这个经济市场确实不太好 大家还是有一个工作确实是比较好 如果说你真的是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边线的一个手段的话 可以支撑你比在工作的时候好几倍 至少好几倍吧 我觉得 你跳出来是OK的 但如果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并且就是还没有招准要做什么 就不要尝试自由职业或者不要轻易裸辞 这个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焦虑嘛 那肯定是焦虑的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是真的很焦虑 嗯 真的很焦虑 这什么拯救了我呢 就是我前老板给我的一个合同的机会拯救了我 所以我现在算是 目前来说算是比较满意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是固定的 就知道我是固定的有劳动所 就是有劳动结果的 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去自己探索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 半公半自由的一个状态 对 然后大家会有 就是刚刚那个问题说什么 回应之前的生活会有伤感 伤感吗 就这个问题我不太确定想要问我什么 就是会 应该是想要问我 会不会后悔 想不想回去打工之类的 嗯 对 其实 其实说实话我现在的状态还蛮爽的 但是有 严身会有一点点焦虑 因为毕竟我们签的这个合同也不是长久的 所以还是要给自己就是未来的一个职业的一个走向 去做一些规划 所以我现在目前来说是有在想我自己 未来要去做什么的一个阶段 但是我觉得大家肯定也是会好奇我 会不会后悔之前做的这个决定 比如说就是这么任性的裸辞之类的 其实我真的完全没有后悔 只不过我就是我还蛮感激我能有这样的机会的 就是我可以逃 就是我可以暂时的不工作 然后有这么一段时间去摸索我未来想要去做的事情 就我很庆幸我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因为我这段时间确实 嗯 收入上其实没有比之前差多少 就 但是也没有比之前好很多了 但是我就是还蛮庆幸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然后顺便再去给自己一个深刻的反思 然后还有自己还有很多机会去见不同的人 然后认识不同的朋友 然后去探索一下我未来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还体验了一下自己开公司 然后自己当所谓的老板是什么样的体验 就这一段经历我是感恩的 然后我也觉得这一段经历 就是放在25岁的这个年龄段 是我应该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我一直是那种人生体验派 就我觉得我想要去做的事情 我就想去做 对 不做我就会后悔的那种 包括我以前比如说回国 大家可能是一堆人在劝我不要回国啊什么的 因为后悔大家什么的 但我回了我也没后悔啊 而且我过得也很开心啊 就是我会跟着我自己的感觉走 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已经 再加上我现在看那个人世间啊 我就觉得以前的人呢是真的没有办法 就是整一个社会的环境 就是让他们没有什么别人 没有很多选择 但现在年轻人真的有蛮 真的有蛮多的选择 但是回到现在 感觉现在好像 目前的那个就业市场 好像又不是很理想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该慎重的时候 还是要慎重 就是你根据你自己的一个条件 和自己有哪些牌 在决定要怎么去打 然后自己为自己做出的一些行动 做出的一些行为 去自己去买单就好了 然后也不要管别人是怎么看你的 你只要自己 有一个东西叫内在成长 就虽然你的表面上 看上去好像是没有什么成长 但是你自己的内心丰富了 它也是一种成长 所以在这一方面我想说的就是 我没有后悔过 裸辞 然后是否会回去打工 会回去再找一份工作 我目前也是在纠结这个 大家也可以给我一点建议 其实我目前也挺纠结 要不要再回去工作的 但是我回去工作又不太想 就是纯去携带嘛 然后我最近只有在摸索 我可以去做些什么事情 对 反正就还是在摸索的一个阶段吧 然后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我 就我现在的状态是OK的 是我自己满意的 然后未来的话我也会有自己的规划 到时候都会跟大家同步一下的 好 接下来还有问题就是 做自媒体会比工作更累吗 其实如果你说全职做自媒体的话 有没有比工作更累 我觉得它累的是不一样的方面吧 其实我之前也有出过一个视频 就是关于我自有职业之后的一些感悟 就是很真实的 就是自有职业没有人去告诉你 你要做什么 你得自己去驱动你自己 然后自己去找事干 这个是最难的 就是你的自律的问题 对 所以我觉得会比工作更累 因为你要自己去 推着自己往前走 但是工作的话 总有人去安排你 总有人给你一些活去干 你就干下去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自有职业可能在 心理层面上会比工作更累 然后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建立职场人脉 其实这个话题我还蛮想说几句的 但是我想说的也不是很多 就是我觉得做到一个点 就是去换位思考 想一想别人需要的是什么 就职场这个东西吧 其实挺现实的 你不要去想着说 要在公司里面跟同事之间 成为多好多好的朋友 我相信这应该是大部分刚进入社会的人 可能就还带有一点小懵懂 就是想说跟身边的人打成一块啊 跟同事之间要相处的多好多好 不要让自己落单啊 怎么样这样的 就其实我觉得职场不一定是需要友谊的 但是 但职场也不一定是有敌人的 怎么说呢 就你要想一想别人需要什么 你能提供什么 这个是很直接的一个互换的一个关系 就不要想着去用人情去解决一些事情 而是要想说你要提供给他 他需要的东西 你才能得到你需要的 就先去付出 先去站在他们的立场上 想他们需要什么 你去给到他们 然后再想着你可以得到什么 对 这个是我觉得关于建立职场人脉的一个 我的想法吧 就是先去想你可以提供给别人什么价值 然后再去想你可以拿一些什么作为回报 我刚刚在客厅录视频录到一半发现太阳下山了 然后我觉得这里的光线特别好 就是这种夕阳落下的感觉特别特别好 所以想在这里跟你们继续聊天 有人问我二姐跟3D是学啥专业的 二姐呢 她是学电子商务 然后3D跟我一样是学computer science 就是计算机科学 对 所以我们其实都是在互联网的 然后什么时候再邀请三个弟妹做客频道 其实很快啦 然后我因为我五月份要回去赶州 我五月份我表妹结婚 所以我会回一趟赶州 到时候我们家人都会聚集 到时候再给大家做vlog好吗 然后还有人问我怎样变得自信 其实怎样变得自信这个话题太大了 我觉得就是大家懂得都懂 但是呢做起来好像又很难 这就是一个人的性格的问题 但我觉得我这个人好像从小到大都不能说特别自信吧 但是我至少从来没有自卑过 所以我就是剖析了一下我个人为什么会不自卑的原因 可能就是我比较自私 对 虽然自私这个词不是什么很好的词啊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不是那么那么的把别人的感受放在第一位 就是有的时候我会看情况啊 有的时候我也很会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 或者说别人是怎么怎么看我的 或者怎么样就有肯定是会有 不会说是完全不顾别人的想法 但是我这个人还是蛮就是看重自己的一个想法的人 就我觉得这个是什么样子 那还就是什么样子 就这个方面我还是蛮自信的 就我觉得我能做成 那我就是觉得我能做成 而且可能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爸妈对于我的一个教育的方式 就是不是特别限制我去做什么 对这个其实挺有关的 就他们不会觉得说我必须要做什么 或者说他们会强制我必须不能做什么 必须要做什么 他们就不会给我这样的一个观念 所以我自己个人认为 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尝试东西的原因 就可能跟我父母也有一点关系吧 就他们对我的基本上从小到大是属于放养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自己就什么都去试一试 然后可能我这个跟自信 不知道他有没有回答大家的问题 反正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有一点困难 因为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自卑的人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变得自信 我觉得就是多去想一想自己的感受 就多为自己想一想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附属性人格 所以他们会老是顾虑别人的感受 老是觉得别人是怎么看自己的 他就会变得不自信 但我觉得要变得自信的话 就是相信自己 爱自己 理解自己 接纳自己 包容自己 对反正是跟自己和解就可以变得自信 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 然后就还有一些问题是关于问我 程序员 程序员刚毕业入职 每天都很焦虑 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干 又干不好 咋办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呀 你刚进入社会 刚找到工作 什么都不懂 那真的是很正常很正常 你要做的就是去问 多问是没有坏处的 但是你不能啥 就是特别弱智的问题 你都去问啊 就是不懂就问 但是有一些问题 也明显你自己可以去 搜一下 或者你自己可以找到答案的 就不要问 如果是有一些东西 你确实不知道的话 就多问 就人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 适应的过程 你刚从学生阶段 进入到社会 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需要你去重新的去学习 重新的去适应 这个社会的这个系统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就你觉得一些人很厉害 但是不过他是在这个行业里 摸爬滚打了好几年 他才到那个地方 所以不要跟别人比较 就跟自己比较 然后你自己多勤快一点 多去问一下别人 不会的你就去问 然后或者你自己去学习 多去学习 就不会 就不要感到那么焦虑 对 然后我觉得程序员 规定职场当中啊 就是叫什么 面试 面试造火界 然后 真的 真的拿到offer之后 就是在领 在你这样 哎呀我真的有点嘴飘 就是面试造火界 实际上打工的时候 就是在拧螺丝钉 对 就是打工 对 就是你要怎么去拧那个螺丝 你肯定要问之前的师傅 是怎么拧的呀 对吧 就是不懂就问呗 不要焦虑 it's ok 然后 怎么样看在35岁后的出入 就是关于程序员 35岁的出入 就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那咱也不懂啊 我现在才25 我要想35岁的出入 而且我身边确实35岁的程序员 不能说不多 但是其实也不少 我并没有觉得他们特别特别特别焦虑啊 就是我觉得 怎么说呢 其实你 你觉得这个35岁的危机 大 其实是有被放大的 这个35岁 它不仅仅是程序员 你一个职业要面临的问题 你在任何的职业 在某一个阶段 它就是会面临到一个瓶颈 面临到一个卡壳 对 这跟年龄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35岁之后的出入怎么办 我觉得如果你是25岁 或者说你是20岁刚出头 就不要想着35岁之后的事了 好吗 你需要想的就是你接下来的5年 你要怎么走 这个世界 特别是现在的社会 变化那么快 那谁知道你10年之后会干啥呢 你也不要说把自己 就一定框死在你 会干程序员干一辈子啊 很多人程序员转行 你觉得他很惨 那其实万一他就是找到了另外一条路 跟适合自己的路 他就转行了 那又怎么样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大家都说353535危机 怎么说呢 就不要想太多 但如果你是34岁 你问我35岁的出入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对 34岁考虑的应该是40岁了吧 anyways 大家想看35岁的 就是这个 这个危机到底存不存在 我也其实也可以去找一些 我的身边的朋友 看看有没有35岁的程序员 问一问他们的焦虑所在 以及他们遇到的问题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或者说如果你是35岁的话 你有一堆想要分享的话 也可以联系我 OK下一个问题是 怎么看待年轻人谈恋爱结婚 欲望低的事情 感觉大家都忙于工作和生存 这个问题嘛 还蛮深奥的 确实我也觉得 我身边有一批人 就是好像对结婚生子 特别的恐惧 甚至他都不想 就是他已经是一个 已经是决定在要不要定客啊 或者说他已经觉得 他自己不会结婚了 这个其实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 而且每个人想要的都不一样 其实大家觉得 现在大家的欲望变低了 怎么说呢 然后大家还说什么 内卷内卷 卷起来了 怎么样的 就可能大家觉得 就还是我最近 在看那个人世间 出来的一个感悟吧 就是以前的人呢 真的是选择少 那现在的年轻人选择太多了 他们想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种可能性 那肯定就是需要花时间去探索一下 那他们选择什么时候 就是选择把结婚生子 这件事情往后放一放 或者说他们暂时没有遇到这么一个人 让他们有结婚生子的 这样的一个冲动的话 他们就 顺其自然的就延后了 所以大家可能看到现在的人 为什么不结婚不生子了 可能就是他们有的忙吧 就是 对啊 大家有的忙 感觉大家都忙于生辰和工作 这个我觉得 是这样的 大家可能觉得现在生 生小孩啊 或者说结婚啊 成本太高了 就不愿意将就吧 但其实我觉得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吧 就我自己也会再说 我究竟得有多好的条件 多好的生活 我才去养育下一代 我才去生孩子 因为我想要给他最好的 但是如果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达到 我觉得富裕的一个状态 我怎么能去生小孩 就我也会有这种想法 这种想法是很正常的 但是呢 我有的时候也会想 就是我希望 就是 我希望我的小孩 在他长大的时候 我还相对来说比较年轻 所以我说就早点生小孩嘛 对 就这些都是我现在这个年龄段 可能25岁 又即将步入婚姻的 这样的女生的一些 内心的一些纠结所在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就大家过好自己的生活 大家就是多多去 想 我怎么好像又扯远了 怎么看待年轻人欲望低的这件事情 其实年轻人欲望也不是很低啊 看每个人的选择吧 这个问题怎么这么难回答 大家问我都是这什么问题 你们可以在弹幕里面聊一聊 就是你们觉得 现在你们是不想谈恋爱了吗 不想结婚生子了吗 因为我 因为我是马上结婚的人 所以我身边确实有不想结婚 但人家不想结婚也是因为暂时没有遇到嘛 如果有遇到了觉得合适了 那大家肯定也是奔着结婚去的嘛 然后关于生小孩嘛 这个事情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吧 我只能这么说 对 然后我觉得其实现在人生活条件好了 他们只是在追求更好的 所以不存在什么我会饿死啊 或者说这个社会就是像之前 像人世间那里面的那种社会 就是太苦了 大家现在其实普遍的说还是小康的吧 就大的条件也都还行 就只不过大家想要的更多 因为他们看到的更多 他们通过互联网接收的信息也更多 他们知道就是这个世界有那么那么多的好东西 他们想去探索 想要去得到 所以他们就放弃一部分 取舍一部分 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 对 所以你说我怎么看待 就是这么看待 对 好 终于终于还有两个问题 就是有一个问题是问我 怎么适当的给自己压力 不要太大也不能太低 你最近压力大吗 然后他还说了 祝你越来越好 谢谢 谢谢你给我的祝福 我最近压力实大实小 就我现在还好 压力没有很大 只不过我就是我想给我自己压力的时候 我也是会有压力 也有焦虑的时候 但是总的来说 我现在目前状态是不错的 对 然后回到你的问题 怎么适当的给自己压力 我觉得吧 就是你得设置一些自己能够够得着的目标 就是不要把目标放得太大 太空 太虚 就设定一些你可以够得着的目标 再设置一两个 你觉得还需要够一够的目标 就差不多了 人嘛也不要想得太远 先把自己手下的事情做好 然后适当的压力是好的 我觉得适当的压力 就像考试之前 如果完全没有压力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不一定考得好 就是得有一点压力 才会让你超常发挥 对吧 对 所以这个是要自己去平衡 然后就不要去 如果发现自己陷入到那种 自好 或者就是内 已经在自己 内心已经 自己被自己在拖累的 那种感觉的时候 就及时的去调整一下 去吃的好吃的 然后去按个膜 然后再回来考虑一下 接下来要做什么 对 这个是我给自己解压的一个 一个技巧吧 就是去按个膜 去讨贫一整天 去吃一顿好吃的 然后再想接下来怎么办 就是自己给自己打鸡血咯 好了 终于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最后一个问题 也超级不好回答 然后我希望最后一个问题 是那种 开卷的那种 就是 我希望最后一个问题 是大家都来回答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比较哲学的 有人问我 我想知道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问题嘛 我给你我的答案 但是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我觉得人生的意义 就是去寻找意义 就说了等于没说 我自己个人觉得 每个人的人生的意义 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一个 有一句话真的说得很好 我劝你也这么想 就是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来旅游的 你整一个人生 就是你的旅程 在这个旅程当中 你会发现很多 很有意义的事情 你会看到很多 美丽的风景 你也会在旅程当中 遇到很多的意外 那怎么样去把这个旅游 过得 就怎么样去把这个旅游 玩得开心 玩得爽 那就取决于你自己了 就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这么想 每一段经历 它都是 它都是值得的 然后每一段经历 它背后都有它 某种程度上的意义 那你要说人生没有意义 那也是一种意义 就怎么给 就感觉有点绕了 anyways 我就是 对 这就是我的想法 我觉得 人生的意义 就是每个人 都不一样的 你们觉得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现在觉得 人生意义就是 让自己 一直开心下去 对 然后这个开心 有很多种 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种 很多形式的开心 当然 如果说痛苦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 没有痛苦的话 那幸福也就没有那么的珍贵了 对吗 开心的同时 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痛苦 一些磨难 但 这个就是对比出来的 如果说这个世界 没有经历 没有磨难 没有痛苦 没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又怎么体现 好和幸福呢 所以我觉得 人生的意义就是 寻找意义 每个人的答案是不一样的 希望你也可以找到你的答案 好吧 虽然我也不想这个视频的结尾 这么的玄学 但是 希望看我的视频的 你 每天都开心 好吗 然后 也谢谢大家 就是一直关注我 每个人都有自己 要做的事情 然后 我觉得 既然你能关注我 就是 我们的缘分 然后 希望大家 每天开心 快乐 吃饱 喝好 然后 对 谢谢你看到最后 不知道这期视频会有多长 总而言之呢 就是谢谢你 关注我 然后支持我 然后 对 希望 你开心 希望你幸福 怎么感觉 有点 这么 奇怪呢 因为好久没有跟你们聊天了吧 然后 今天聊得还蛮开心的 那我 接下来要去做个晚餐 然后我就要去 做瑜伽 咯 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吧 我们 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